今天是4月21號 那我最近因為買了那個 艾德的線上課程 那當中有個作業是14天的攝影挑戰 就是你要連續拍攝14天的照片 那這個當中有一些主題的部分 小優的預產期是會在1月25號 所以如果我今天14天往後推算的話 第14天將會是在5月4號 那麼這個作業啊 其實能夠在這個階段性是很特別的 因為女兒即將出生了 所以在這14天會有什麼樣子心境的變化 或是生活能夠有怎麼樣不同的步調 我希望透過這支影片來做一個紀錄喔 那今天要拍的是肖像自拍 我打算拍攝的方式是在我所熟悉的空間 在我常常每天都出現的工作室裡去紀錄一張 應該算是很少有機會從背後看到我在工作的影像 通常都是從正面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的做法是使用 從背後拍用一個小的腳架去做背後 然後拍攝我正在認真工作的畫面 這是我的第一張的自拍的照片喔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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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今天來到 Day 2 那題目的話是你穿什麼 今天因為我有課程的關係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有在後面做東西 那今天你穿什麼的部分的話 我最想要拍的並不是說日常的穿著 或者是衣服褲子什麼不是 而是因為我這一次去日本 就是上一次去日本的時候 我們有去拜訪了一位銀式的作者 那他叫做小伴雄介老師 我在想我或許會以他的作品去做一個拍攝的動作 那因為我蠻喜歡他的作品 身上會有一些他的作品 所以今天就你穿什麼的主題 大概會以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去做拍攝啦 媽媽自己玩得很開心 玩得開心就好 今天的作業題目是Changes to come 是即將改變的事情 所以小優一直很希望就是我們穿一樣的衣服 然後露出肚子拍這個照片 所以今天就是簡單的用這個方式去呈現 那因為預產期即將快到了 所以接下來要進入備戰 那希望小火花可以很健康很自然的 然後好好的 預產期可以好好的生出來 今天的照片就是Changes to come 即將改變的 今天是來自拍攝的 ok 今天來到了攝影作業挑戰的第四天 那題目呢是Obsession 就是你所迷戀的事情 那大家知道其實我是一個製作皮雕的作者 平常除了上課之外就是在製作一些皮革的作品 我想這對於我來說最重要的Obsession 應該就是每天會使用的工具吧 所以今天的Obsession就以這樣作為主題囉 Day 5 Routine 平常在持續的事情如果撇除我在創作的工作時候不說的話 那我想最常去的地方應該就是賣場 而且最近啊有小朋友了 就是可能要增添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等待他出生的到來 那有在跟我們工作室來交流的朋友們應該都知道 就是每一天不管有沒有下雨 就是每天每天都會來報到的 應該就是肉肉了 這隻貓 所以我今天除了去一樓記錄了一些下雨的情境之外 那因為喬西去義大利 那肉肉也委託我們可能要照顧三個禮拜 所以我想Routine每天持續的事情應該非肉肉莫屬啦 這個題目讓我很有感喔 我想從小到大最愛的人應該就是把我生到地球上的母親了吧 可能是即將成為人父 在目前這個階段更是感受到要成為一位媽媽的偉大 我媽媽可以給我很大的空間讓我去發揮我想做的事 當然也包括拿著相機一直拍她 就這樣時間不停的前進 對家人的愛也更加濃烈 這一天的作業會稍微比之前那麼多一點點的畫面喔 因為我真的覺得能夠用影像記錄下這一切 是件很美好的事情 記錄日常生活的故事 開心的表情 溫暖的問候吃飽美 我覺得這都是 源自於一份愛 Day 7 Child Memory 我知道這個題目之後 我立馬就想到我要拍什麼來當作作業了 小時候的時候 我爸很常帶我來體育公園玩 那有隻星星 然後我們就會跟他合照 他在這裡很久很久了 那從沒有衣服到穿上衣服 歷經了幾次的搬遷 但是他依然健在 站在這個公園裡面跟其他動物一起 我三不五時的時候如果有想到啊 我也會過來跟這隻星星合照 未來女兒出生啊 我應該也會帶他過來跟這隻星星合照 那小時候啊 總會覺得這隻星星很高很大很壯 那我爸爸就會跟我說 你多吃一點 未來你也可以跟他一樣高一樣大一樣壯喔 大猩猩 很感謝你一直站在那裡 成為了我的二十回憶 今天外面一樣都在下雨齁 你看肉肉整個都超級沒有精神的 所以來到第八天的作業 Something Blue 原本是想去海邊的 但很怕下大雨的時候去海邊好像不太安全 我想了一下 Blue這件事情 或許不一定是天氣 可能也是心情 所以我就來到了頂樓 然後可能雨下了這麼多天 大家或多或少會有一點的不準 這次用OSMO Pocket 3在頂樓做縮時的錄製 因為後面開始陸陸續續的有飄起小雨 其實還蠻緊張的 因為沒有帶傘 也沒有給他做任何防護措施 趁雨還沒有很大下下來的時候 用縮時去表現一下這種陰陰的街景 畢竟已經也都下了快一個禮拜了 我覺得Blue它或許不單單只是個顏色 它也可以形容一種心理狀態跟感受程度 像在頂樓的時候 一個人的時候其實蠻安靜的 然後照片上那個不是黑點 那個是一隻鳥飛過去 這邊我把鏡頭稍微往地面拍攝 可以看到有人過馬路 每個人在做自己做的事 可能廣角沒拍到 遠方剛好也有火車經過 在這種天氣之下 帶頂樓的我 也會在想 他們現在感受是怎樣的呢 第九天變案之後 現在已經10點多了 那變案之後 體育場附近 蠻多人都還在打球 但我想去拍的地方 我想去拍的地方 燈是不是還亮著 很不錯耶 我喜歡這種透視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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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葉師傅 哈哈 變案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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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題目 做白說其實是有點難度的耶 好 因為晚上如果要接拍 其實有點安靜 所以 人又不多 然後拿著相機 直接按下去的快門聲 其實是會被關注的 而且又這麼暗 我想今天的作業 回去之後 看一下電腦 幾張照片不錯的 那就是今天的作業變案之後 今天的題目很適合來美術館走走 Day 10 Stranger 今天音音的很適合來拍這個作業題目 從工作室走出來 台南美術館 二館這邊應該是 最好拍這個題目的地方吧 之前因為 自己的作品 有在美術館展覽過 所以蠻常過來的 那 對於美術館的調性 其實也蠻了解 包括他周圍的人啊 還有狀態 所以這一次 嗯 這個作業我覺得 來美術館拍 陌生人 這個題目 是再適合不過的囉 OK 不知不覺 來到 第11天的作業了 外面 依然在下雨 A Good Habit 今天的作業是一個 習慣 關於好的習慣 那 今天我 早上都在上課 回家之後 總想喝些什麼 但又害怕 受搖引有太多的糖分 所以這陣子就是趁氣泡錠打折 買了一些 氣泡錠 那想喝些什麼的時候 就 加個 氣泡錠 然後兩個冰塊 就可以冰冰的喝 好像 比較不會那麼有罪惡感 就當作 補充每天的 維他命C 然後 順便 記錄一下這個 最近的 算是好習慣吧 哼哼哼 下了一個禮拜的雨 那今天要拍的作業是 夕陽 夕陽應該本來在前兩天 或前一天的作業 好像就是這個題目 但是一直在下雨 一直在下雨 所以導致會變成說 整個天空都是陰的 都是雲層 根本 沒有辦法拍到夕陽 連一點點的夕陽 光輝 都 沒有辦法拍到 所以 有點難度啦 那今天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 我臉上有一點夕陽的陽光 那現在是大概5點25 我查了一下 日落的時間大概會是在 6點半左右 那我現在就要開車去 海邊 終於要去海邊了 去海邊拍 西亞 好啦 我們 終於來到海邊了 西亞 在城 來到了第13天Close Up 其實一開始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本來在想說 是不是應該裝個微距鏡頭去拍 某些比較特別的特寫 但是今天早上洗完車之後 我發現這個題目似乎 應該是要讓我們去發現一些 或許平常蠻常在做的事情 但是卻又一直忽略它的這個部分 所以Close Up會讓我想說 是不是可以去拍我們很常使用 或很常經過 但是卻常常忽略它的這個部分 這次的這個題目 我覺得搭配這束縛的音樂 經歷著我們每天跟很常在經歷的事情 就是開車 在開車的時候 我們或許很常會忘記 原來這個小小的地方 這麼的重要 這麼的常被忽略 所以今天的這個作業主題 Close Up 就鎖定是它囉 本來在想說自拍該怎麼樣子去拍 所以我架了一個簡單的燈 我希望背景是乾淨的 在我們家的走廊上面 樓光照的話很大的那個樓光照在工作室 家裡面就沒有了 所以我帶了一個簡單的棒燈 來做家裡面的這個打燈的部分 這樣可以讓背景乾淨清晰一點 今天想用最原始的方式記錄一下自己 所以我沒有穿上衣 那今天是14天攝影挑戰的最後一天 昨天因為小優她有公說 然後我們晚上有去婦產客 差點以為要升了 還好只是安個胎 很感謝看到最後的你們 參與了我過去連續這14天的紀錄跟生活 還有一些心境上面的轉變 那這也是我最近開始嘗試的一些 剪接的方式跟手法 希望可以慢下來 然後希望可以穩穩的去紀錄更多的事情 包括之後女兒要出生 我也會持續的這樣子去做紀錄 肉肉現在在這裡 在這 然後吃飯了 不知道未來 畫畫出生之後 會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應該是很好玩吧 我還沒想到 我還沒想到 我只想讓你一碗